有团体调查说基层家庭认为土地房屋是本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期望下任特首可以做到轮后三年上楼 行政长官选举下个月27日举行 社区组织协会以网上问卷访问了519个基层家庭 了解他们疫情下的情况 对现行政策和未来特首期望 调查发现第五波疫情之下 受访者当中三成人失业 过半数开工不足 但近九成八人没有受惠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 促请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 政府施政方面十分是满分 土地和房屋是最低分得四分 也是最多人认为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协会希望下届政府可以每年兴建三万五千个公屋单位 确保三年可以上楼 并增加纵援、積津等金额